我們在吹奏的時候管樂團最需要的音色應該是 就是用這樣的製造 它的下巴是平的 可是含上去的時候常常我們都會很直覺的想要 咬住吹嘴 咬住這個竹片 好像沒有咬 吹不住聲音來 可是我們還是要強調這一點喔 一直非常非常的注意就是 是因為氣流變強 速度變快 竹片才震動 而不是因為你咬了它 那你咬了它以後呢 它就會變成氣流速度變強 就像你用很少的氣 氣流速度也是會變強 然後就全部經過竹片 可是你咬了它 嘴巴就會痛啊 對不對 那你不咬的話 你就必須用更多的氣 所以我們還是要強調就是要像這樣 好 那我們下巴不要去壓它 不要去壓它 看牙殼可以緊固 好 吹嘴 吸吸比較容易發出聲音來 像這樣喔 那這個時候我的下巴呢 故意的 故意後倒這樣 故意往前推 往前推的這個動作也會讓我們的下巴 這一塊肉拉平 故意拉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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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對 對 你有沒有發現 這邊我們是很用力的 好 你看我維持一個開度 好 讓這個氣流可以往前送 我只要氣流夠強 甚至應該是說夠寬 整個氣流量夠多 它聲音就跑出來了 那下嘴唇如果會痛 一定是因為後面後來 失去用力的那種 沒有力氣的 累了 然後你就會很直覺的想要去咬它 而且越沒聲音咬越緊 這個時候就要休息了 然後這個是一個很長久的訓練 所以 所以也只有休息 剛剛那個問題的答案 就只有休息而已 然後再重新再來一次 就這樣重新再來一次 OK 好 你聽喔 謝謝你的音色比我好 因為你長期在用這個嘴唇 我偶爾調整回來一下 那好 我音色不好 那怎麼辦呢 音色不好 其實要想一下 口腔裡面的共鳴 用口腔去壓縮你的氣流 我們只會用牙齒壓縮氣流 那這樣嘴巴會痛 一樣是壓縮氣流 真的好嗎 狂鼓 狂鼓 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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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 我們想一段好聽的旋律喔 就是想要就是那種很優雅的 非常優雅的旋律 我想一段像比如說 我想要讓我的音色再亮一點 我就喊多一點點 多一點點 我喊多一點點的時候 我的氣流也可以更寬的送進去 我喊多一點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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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过程当中我一直要维持我自己的脸颊不要鼓起来 所以口腔是嘶嘴型是V 然后口脸颊是 好像三个动作对不对 合起来就变成 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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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